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景区内还原了一些南昌的经典老建筑 如南昌宝庆营楼 三泰百货 原建于南昌市八一桥头的南昌复兴纪念塔等等 此外福庚 白糖膏 岩山灯斩果 修水哨子等各具特色的江西美食 也唤醒了游客对于儿时味道的美好记忆 这里面的所有房子没有移动是重复的 这是第一点 也是我们在建设这个项目过程当中最难的一点 因为所有是飞镖建筑的话 它代表的就是无迹可循 然后第二点的话 我们在对建筑的还原上 也是最大尺度的去保留以前老建筑的一些风格 我们采用的也是修旧如旧的一些手法 就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我们里面很多的建筑 就是用老砖头去修的 我们收这个砖头就花了两年的时间 原成记南昌项目是在今年9月28号正式对外开放迎客的 短短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就引来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游玩 体验南昌老时光 寻找南昌老味道 对于第一次进来的游客 它对于我们整个里面的场景还有建筑 我相信是比较喜欢的 因为我们这个建筑其实很多点都适合拍照 基本上你每走两步就是一个可以拍照的一个取景点 记者留意到 虽然当天下着雨 但是依然挡不住游客们对这个景区的热情 景区内游人如知热闹非凡 游客们沉浸于美食和美景中 感受着原成记南昌的独特魅力 想来看一下 见识一下自己以前的年代的一种风景吧 反正你在电视上看过 那至于什么样的自己也没体验过 所以就在这边体验一下 更多的还是想带爷爷奶奶过来 就是说有一些怀旧的一些情节在里面 老人家肯定会对这样的建筑 会有更深的一些印象跟感慨 我觉得就是这个景他 对 景比较新的 国庆期间 原成记南昌举办了民国主题系列演艺秀 南昌网红原成文化记现场直播 我心中最美的老南昌 我眼中最美的原成记 老照片 征集及摄影摄像短视频大赛 以及啤酒音乐节等活动的串联 打造视觉 听觉 味觉的多重感官盛宴 提升游客的消费乐趣与现场氛围 我们在国庆期间也上了一个啤酒节 每天到了晚上六点半以后 就会有一个现场的一个音乐秀 里面会有很多多样的一些表演 然后加上我们整个景区本身规划的 一些沉浸式的演出 还有一些楼体建筑的一些表演 相信国庆期间 消费者在我们地方还是可以得到很多的欢乐 在中国最美乡村 雾园 游客们赏美景 体验民俗 自驾游迎来小高峰 当地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全力保畅通 在雾园黄岭 村民们把收获的辣椒 黄菊 玉米等农作物 用竹盘晾晒在木架上 色彩斑斓的农作物 与粉墙带瓦的灰派名居交相呼应 构成了一幅绝美的风光图 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拍照 定格美景 红色灯灯飞明 然后每一个院子的座落都不一样 然后感觉很有农家的气息 非常不错 景色也非常美 古村里 游客们徜徉在老街小巷里 与农作物平成的国旗合影 近距离感受古辉州文化和乡土气息 就很有那种历史那种韵味 就看着就感觉到古人的那种生活 那种气息 就觉得很舒服 很安静 除了赏美景 游客还可以体验当地的民俗文化 在梦里老家 挪舞 金榜提名 腾百万招序 等体验节目轮番上演 让游客乐在其中 很开心 原来这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抛锈球 今天在这里亲身体验了一把 非常的开心 今年中秋国庆长假 高速继续实行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 免收通行费政策 物源自驾游迎来高峰 从航拍镜头可以看到 江湾景区和黄陵景区停车场 都停满了车辆 在通往两个景区的各个路口和路段 交警都安排好了人员 进行分流和疏导 预计今天通往黄陵和江湾景区的 游客车辆达到5000余辆 交警大队在景区各个重点路口 安排了警地进行直舍 并且在重要路段 安排摩托车进行巡逻 提时处置突发警情 在物源县江湾重点景区分控中心 工作人员正在通过IP广播 向游客进行温馨提示 同时对重点区域交通 进行实时监控 此外 为舒缓交通压力 物源县还调集了数十辆大巴 在景区为自驾游客 免费提供换乘 我觉得这个换乘很人性化 交通也很好 玩起来非常舒心 我给这边的交通点个赞 据物源旅游部门统计 中秋国庆假期前五天 物源县共接待游客达 44.23万人次 其中自驾游客超过八成 由于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各景区秩序井然 交通状况良好 国庆长假 位于景德镇的江西直升机 科技馆参观的游客 络绎不绝 大家徜徉在直升机的海洋 了解直升机的历史 领略直升机的神奇 据了解 江西直升机科技馆 现有直升机真机 模型及零部件三十余架 可以使游客亲身了解 直升机的发展历史 性能参数 并通过虚拟现实手段 体验直升机 发动机组装 飞行驾驶等 可玩性 可学性出众 电视教学 只能是从视频看 教学的内容 但是来到实体的话 我觉得让小朋友 可以亲眼见到 这些航模 甚至说这些持升机的 真实的样子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感触是非常大的 可能他之前接触的 那种模型 什么的比较多 就是实物上 是没有看过的 是南昌的 我们南昌那边 也有飞行基地 有那个宏都 那个军工厂 什么的 但是我们不会去 很近距地 去接触这些东西 那今天大家来看 就是每个构造 什么的 让他双双地了解一下 我们也不是很懂那个 看能知道 除了满满的高科技元素 和各类直升机 大集合之外 国庆期间 馆内还新增了 许多新看点 机器人舞蹈 机器人踢球 四地体验等 随着动感的音乐声响起 二十多个机器人 二十多个机器人随歌起舞 下腰 摆臂 俯卧 转身 动作整齐划一 萌太十足 这些名叫阿尔法的小机器人 身份并不普通 他们曾作为中国制造的代表 多次亮相于央视春晚 我外甥 我外甥 这个飞到心里非常高 今天这个森林奇境 看了一下他非常兴奋 四地体验 充满了高科技元素 在这里 您可以体验驾驶直升机 飞越世界著名景点 满足您追逐蓝天的梦想 亲身感受直升机的起飞 盘旋 俯冲的真实体验效果 给您前所未有的震撼 为欢度国庆佳节 吉安吉州瑶举办了 金秋古瑶嘉年华活动 吸引了众多游客到来 在吉州瑶博物馆里 大家从陶瓷文物 精品瓷器 历史介绍中 感受传统瓷器文化的魅力 感觉非常好 那个吉州瑶的历史文化 比较悠久 那个工艺也非常精美 非常佩服古人的智慧 国庆期间 为了迎接八方来客 2020年吉安市金秋古瑶嘉年华 还准备了美食节 文创集市 中秋柴烧器 汉服秀 吉州瑶陶艺体验 等丰富而有趣的游玩活动 让市民们不出远门 就能在家门口感受到 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来这里玩就感觉 这边就是古色古香的吧 景色非常漂亮 一年比一年更热闹 活动也越来越多 爱护表演我觉得挺好的 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记者了解到 本次金秋古瑶嘉年华活动 将持续至10月17号 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表演和节目 吸引更多游客的到来 在赣州石城县 大奢古村花乐园景区 推出了璀璨烟花秀 和北极光秀等活动欢庆国庆 闻讯而来的市民和游客 流连于神奇震撼的 九地北极光秀 在光影变幻中 交织中感受自然奇幻美景 园内其他的游乐设施 也备受青睐 大家合家出行 共享节日的休闲美好时光 今天和将来这里游玩 感受到我们这里的人气很旺 随着一组组绚丽的烟火 接连升上天空 人群中爆发出阵阵欢呼声 大家纷纷拿出手机 拍摄下这美好的画面 璀璨夺目的烟花 让村落的夜空绚丽多彩 折射出祖国富强 人民幸福 文明和谐的幸福之光 今天来到了花乐园 感觉这里人非常的多 非常的热闹 而且我也看到了 身后的极光秀 还有烟花都非常的灿烂 那像这个节日氛围 一下子就起来了 我们来到这里也非常的开心 那也体现出我们现在的生活 也是非常的多姿多彩 非常的丰富 那么希望呢 我们以后的生活 也能够像今天的烟花一样 拍得那么的灿烂 过得那么的开心快乐 国庆期间 宜春明月山风景名胜区 空气中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 随着景区知名度大幅提升 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 将明月山作为十一出游打卡地 景区为了迎接新一轮的游客 在温汤小镇设计了复兮米酒节 吸引游客前来品尝 更有摔完酒小游戏 让游客在喝完酒之后 拥有纵情投掷的快感 同时在花海园区打造群体秋千 彩虹华草天空之境 真人CS对战等老少街宜的游乐项目 吸引游客前来驻足 在温汤的古景全街 众多摊位展出 摊主们带着各地特色风味小吃 前来助力十一 游客们不仅能在明月山品尝当地特色 更能让其他美味走进来品出去 干州新国山川秀礼是旅游的好去处 接下来我们的首出新单使命 百建革命文物说江西国庆展播的旅程 将要带大家去的地方 就是位于干州的炼江书院 在干州市新国县的炼江之边 有一个五重递进的院落 院落衣衫造型设计严谨 布列有序 是江南书院的典型代表 1929年 毛泽东曾在这里开办了 土地革命干部培训班 写下了著名的新国土地法 1930年到1934年 这里还曾是新国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这里就是兼具历史文化价值 和现代革命意义的炼江书院 书院是由门庭、蒋堂、拜厅、奎新阁、文昌宫、重圣祠等建筑部分组成 炼江书院分别体现了新国的红色文化、古色文化、客家建筑文化 是江西省保护最为完整的古代书院之一 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炼江书院占地面积4903平方米 清乾隆三年由新国之县徐大坤创建 距今270余年 历来是新国县学所在地 后因新国县商会出资创办文兰阁高等小学 拒绝农村学生入学 引起全县乡生公愤 1914年 新国县47厢连厢自治研究会募集经费 在书院内创办了新国县第一所中学 私立平川中学 走进书院树木繁盛鸟语花香 跨过门庭步入中庭院 不远处便是讲堂 但令人好奇的是 本应是读书讲课的讲堂 却在正中央端端正正摆着一张饭桌 还有一个圆圆的大蒸笼 这是在1929年4月 毛泽东统治首次来到新国 就住在廉交书院 在廉交书院期间 我们新国当地党的负责人 陈其涵和胡灿几个统治 他们凑钱请毛泽东打个牙记 吃的是新国的蒸笼粉鱼 毛泽东统治看着圆圆的蒸笼 和旁边的四个盘子 随口就说 这个圆圆的大蒸笼就像月亮 旁边的四个盘子就像四颗星星 我看这桌菜就叫四星望月吧 毛泽东统治意味深长地说 如今老百姓都盼望我们红军 带领他们打土豪分田地 就像是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啊 从此四星望月在我们新国大地迅速传送文明于世 穿过讲坛跨过天井 上两及时阶为拜庭 这里是当时平川中学的图书馆 毛泽东常常在这里阅读书报 接见新国的地方干部 拜庭之后就是整个炼江书院的中心建筑 葵星阁 阁红石古墩围基 上有四根木质单柱 支撑船棚 整个是一个船棚的造型 有着一帆风顺的寓意 拜庭之后 与葵星阁连接在一起的 便是歇山式屋顶的文昌宫 当年毛泽东就在这里 召开会议和办公 旁边东乡房则是毛泽东夫妻当年的住房 1929年4月 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来到新国 就住在这个房间 那垫过稻草的木板床 朴实无华的长桌长凳 把我们瞬间拉回九十多年前 像这个卧室呢 不仅是毛泽东和贺子珍夫妻的卧室 其实萧华将军也曾经在这里住过 萧华将军诞成一百周年的纪录片的时候 他的女儿曾经重新回到了炼江书院 他看着这个房间说 我父亲和我说 他曾经在这里打过一个小地铺 其实当时萧华就已经是团线委书记了 通过萧华将军的这个回忆录里面 就有说吃了以后呢 在边上给他打了一个小地铺 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呢 毛主席呢就和萧华说 你这娃娃挺不错的 要不你跟着我参加红军吧 所以年仅13岁的萧华就这样 特批成为了最年轻的将红军了 从1929年1月毛泽东率红四军进军干南开始 到红军长征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 毛泽东欺进兴国两次就住在炼江书院 在文昌公的左侧就是重圣祠 1929年4月毛泽东在这里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 举办了有萧华等48人参加的新国县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 在这48名学员当中 最有名的要属解放后的开国上将 萧华和陈其涵了 其中我们的陈其涵将军啊 当时啊不仅是学员 还是一名优秀的教员 因为他是我们环普军校的教官 所以呢 整个我们的培训班的军事训练 都是由他进行负责的 在训练班上 毛泽东亲自编印讲稿 亲自授课 他向学员们介绍当时 国际国内的革命形势 分析中国革命的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 详细讲解新国县土地法 与井冈山土地法之一统 为土地革命的发展 培养了一批领导骨干 井冈山土地法是没收一切土地 到了我们新国的土地法呢 改成了没收一切地主及公共土地 这样呢就团结了更广大的群众 扩大了同盟线 也缩小了一个打击面 我们的整个土地法呢 就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成功 毛泽东本人说 这是一个原则性的修改 有利于依靠和团结多数 孤立和打击少数 对于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的健康发展 起了重要作用 在训练班上 他还反复强调 学员必须牢牢记住的重要一条 就是群众观念 2006年的时候呢 我们县里面举行一个大会 就有人提出能不能找到一个 还在世的曾经参加过 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的学员 经过寻找呢 我们找到了一个当时 103岁的老人 石潮黄老人 他曾经就是我们的土地革命干部 训练班的学员 他当时就颤巍巍地说 我记得毛主席叫我们要向和尚学习 我们很好奇啊 怎么会向和尚学习 他便坐着医说 要像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 随时随地念到争取群众 瞬间我们非常的感动 没想到在1929年的时候 毛泽东统治就已经有了争取群众 发动群众的意识了 走出重圣祠 眼前是两栋平川中学当年的宿舍楼 在墙上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 红军时期的标语 在这两栋白色的建筑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还保留着苏区时期的标语 右边是白军士兵是工农出身的 不要替军阀杀工农 左边是打倒勾结进攻革命的 AB团取消派 这两幅标语啊 都是苏区时期保留下来的 是非常珍贵的一个苏区标语 土地革命战争年代 兴国是远近文明的苏区模范县 现在它又是豫满中华的将军县 今天的炼江书院 它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座永恒的封碑 给后人留下了不朽的红色记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